日前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行动方案 对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做出了全面部署 重点将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已旧换新 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 那么哪些行业和领域将会纳入行动方案 普通百姓比较关心的有哪些消费品入选 如何推动行动方案有效落地实施 围绕这些问题本节新闻直播间将重点关注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动方案的具体内容 按照行动方案国家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组织开展全国汽车已旧换新促销活动 依法一规淘汰符合强制报废标准的老旧汽车 支持家电销售企业开展已旧换新促销活动 推动家装消费品换新 推动家装样板间进商场进社区进平台 鼓励企业打造线上样板间提供价格实惠的产品和服务 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2023年工业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投资规模 约4.9万亿元 随着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 设备更新需求会不断地扩大 将是一个年规模5万亿元以上的巨大市场 同时2023年底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3.36亿辆 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保有量超过30亿台 汽车家电更新换代也能创造万亿元规模的市场空间 随着我们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 是更加有利于这些高端的新型的这些产业的更好的发展 有利于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 有利于我们整个的新制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更有利于充分发挥我们整个投资 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行动方案提出要推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 哪些行业和领域将会纳入行动方案呢 我们来看报道 行动方案提出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 聚焦钢铁 有色 石化 化工 建材 电力 机械 航空 船舶 轻访 电子等重点行业 大力推动生产设备 用能设备 发输配电设备等更新和技术改造 围绕建设新型城镇化 加快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 其中 城市更新 老旧小区改造中的住宅电梯 供水 供热 供气 污水处理 环卫 城市生命线工程 安防等为重点 在交通运输设备方面 持续推进城市公交车电动化替代 支持老旧新能源公交车和动力电池更新换代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类柴油货车 结合农业生产需要和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阶段 推进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 除了工农业生产设备 教育文旅医疗设备 也被纳入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范围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 放射治疗 远程诊疗 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 此外 还将推进索到缆车 游乐设备 演艺设备等文旅设备更新提升 按照方案提出的目标 到2027年 工业 农业 建筑 交通 教育 文旅 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 较2023年增长25%以上 重点行业主要用能设备能效基本达到节能水平 环保绩效达到A级水平的产能比例大幅提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 75% 在行动方案落地实施方面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下一步有关方面将加大财政 金融 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 强化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和科技创新支撑 推动行动方案落地见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有关部门建立工作专班 推动落实各项重点工作任务 各有关部门将陆续制定出台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工业设备更新换代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 交通运输设备绿色低碳转型 农业机械设备更新 教育领域设备提升 文旅设备更新提升 医疗卫生领域设备水平提升 淘汰落后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等领域的具体政策或规范 以及消费品已旧换新实施办法和标准提升行动具体方案 不断完善配套措施 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 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等各类资金支持重点领域设备更新 消费品已旧换新和废弃产品回收循环利用 完善对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专用设备 以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税收支持政策 优化金融支持发挥好再贷款政策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各类金融工具作用 引导银行机构合理增加绿色信贷 此外还将聚焦长期困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产业基础 重大技术装备卡脖子难题 积极开展重大技术装备科技攻关 完善接绑挂帅赛马和创新产品迭代等机制 强化制造业中式能力支撑 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